那個行徑真的跟8加9沒什麼兩樣 他左邊先閉車 右邊再閉車 前面再閉車 後面還什麼 還沒開追著你 四方夾氣之後 一下來一言不合 馬上拿刀 拿斧頭 開始往後的玻璃砸 甚至把一個人的手指給弄斷 他們抓狂了 你敢這樣對我 我就釣了解析來 我拿大炮火箭來 住在菲律賓的中國人看到說 怕死人啊 破岸 全部都掉到前線去 你敢這樣去恫吼我們的船 你敢這樣去殺害我們的船 我們第一時間 馬上就把這些島傘 以及可用的人員 甚至是士兵全部掉到沿海的前線 我們現在看到了 在南海中飛發生了一個衝突 剛才講 你現在看到的是 兩個中國的前一個艦艇 包圍了一個菲律賓的橡皮艇 橡皮艇以後 然後我就夾騎 夾騎 夾騎 夾騎後面還有一個中國的海警船 然後呢 我把你四面包抄 四面包抄 你幹嘛 來拿斧頭 拿棍棒 拿匕首 直接衝到了這個船上 船上了以後就開始打砸槍 把上面的很多的機具 全部都給砸掉 那你想說 那菲律賓是不是就吃了悶虧了 菲律賓就倒霉了 結果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更多的畫面出來是 在當時你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菲律賓開始動員了 菲律賓居然硬起來了 菲律賓居然氣起來了 他動員他帶兵哥到了前線 他動員他帶兵哥開始組裝 還有 他們居然 把印度給他的布拉莫斯的導彈 就定位了 對 老闆哥 這個就像說 菲律賓原本的 要用這個運輸補給船頭 到這個時候我們講人愛嬌 結果沒有想到遇到了海上八加九 各位這個行徑真的跟八加九 沒什麼兩樣 為什麼 他左邊先逼車 右邊在逼車 前面在逼車 後面還是什麼 還有一台追著你 四方夾氣之後 一下來一言不合 馬上拿刀拿斧頭 開始往上的玻璃砸 甚至把一個人的搜索給弄斷 結果原本大家以為說菲律賓可能痴痴悶 對 我就認了 莫莫比就算了 回到家哭一哭就沒事 不是 他們倆公了 你敢這樣對我 你菲律賓倆公了 倆公你什麼 你拿刀拿斧頭是不是 我就釣爹西來 我拿大炮火箭來 什麼意思 他馬上就釣用他們才剛買的 各位 這是新買的 印度所最新生產的布拉莫斯導彈 他就想在做什麼 馬上各位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畫面 是突然夜半的時候 有一大堆貨車在跑 你說宇軒給我們看這個幹嘛 這車我不是 這全部都飛彈車 就是全部都是布拉莫斯飛彈車 他們直接幹嘛 把所有能釣用的 我拖著車拖著炮去的 對 沒有錯 把全部最新剛買的裝備 可能搞不好我們都還沒有熟悉 怎麼用 不管 全部都釣到最顯示的沿海地帶 而且這個影片拍是有可信度的 為什麼 這是一個住在菲律賓的中國人看到說 欸 怕死頤子 拔麵 全部都釣到前線去 所以代表它是什麼 完真的嘛 你敢這樣去恫嚇我們的船 你敢這樣去殺害我們的船 我們第一時間 馬上就把這些導彈 以及可用的人員 甚至是呢 士兵 全部釣到沿海的前線 就是要跟你一拳一拳這樣 你說菲律賓真的火了 而且剛剛講的是 菲律賓的參謀同黨 在第一時間馬上 就太忘了那個 大拇指被割上 他說我們這個仇一定要爆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這叫俗可忍 俗不可忍 因為當時其實有六艘補給船 準備要過去 不 他不是拇指 他連石子也被砍了 對 沒有錯 而且他是用夾的 各位 等於說 你想想看 如果是這種夾斷 或者是砍斷斷 那個手會有多疼痛 而且他們總共有幾個人受傷 有七個人受傷 而且你知道中國他們陰險在哪裡嗎 他刻意為什麼要用刀 用斧頭 像八加九一樣把你打爛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動槍啊 不敢動槍 他不敢開第一槍 對嘛 我不開第一槍 對不對 菲律賓如果忍受不了 開我們槍 我們可以幹嘛 我們就可以主張 喔 是你先攻擊的 就可以用槍 因為奧斯丁曾經講過 誰在南海開第一槍 就等於說 會準用美飛共同防禦條例 你只要中國敢開槍 美國就敢常去指揮 美國就敢進來 結果他不敢開槍 對 所以中國是怕美國 各位 他怕料死 但是他又想像小混混一樣 尋性知識 我不敢對你動槍動刀的 但是我還是故意要去給你 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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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各位為什麼講布拉默斯 這東西是動真歌 因為第一 布拉默斯是新購的產品 第二 這個布拉默斯飛彈 你知道他可以在哪裡發射嗎 不好意思喔 保健哥 Everywhere 他哪裡都可以發射 空中可不可以 可以 陸基型可不可以 可以 海上可不可以 潛艦可不可以 都可以 他陸海空間潛艦都可以 對 而且再來他的射程 300到500公里 各位我們不用講加長型 因為最近他們才印度 才在俄羅斯研發說 如果未來的增長型 你知道到多少嗎 650公里 那打的就可以遠喔 再來他是什麼 超音速導彈 他隨便一發都是2.5馬赫 所以如果說未來這些 中國的船隻在這邊動嚇 甚至是有更進一步的侵略行為 你想想看喔 他把這些所謂的布拉默斯導彈 全部布置在沿岸 你要你開第一槍 他可以幹嘛 他可以直接給你應行反擊嗎 而且我們講喔 以前大家講說 菲律賓肯定是因為有美國老大哥撐腰 在中國怕的是美國 各位你錯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一次他們部署布拉默斯 飛彈的同時 美國的兩艘航母 早就已經都撤走了 包括我們講的雷根號 所以現在中國的網站說 美國的航空母艦怕我們了 我們要反過來看 我跟你講中國他講法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嗎 他說是因為美國怕我們了 所以也不幫菲律賓了 把航空母艦全部通通撤走了 各位相反的 為什麼 因為代表即便美國的航空母艦都不在 為什麼 他們之前是不是進行勇敢之論的進化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現在定期要巡航 早就已經停到關島去 而且之後要回到美國去 所以等於是說 中國是趁美國航母不在的這一段空窗期 在尋釁知識嘛 因為我知道你老大哥不在嘛 所以你怕得要死 你還是怕美飛聯合寶 但菲律賓有沒有因為美國不在而軟下來 沒有嗎 沒有耶 美國不在我靠自己 我自立自強嘛 因為對我來講的 我的運補 我就是要去進行啊 所以換言之 美國航母不在 我用我的布拉莫斯導彈 印度製的導彈 當作我的靠山 你如果中國 再敢做任何這種侵略性的行為 甚至於雷斯一步 我都有可能 直接把這個導彈應聲發射 而且剛剛講的布拉莫斯是很準的 它可以在400公里距離內 精準打擊目標 對 這分幾個層次 因為第一個 它這個是經過實戰所驗證過的 就是說當印度這個導彈 他們在測試過程當中 它的命中度呢 可以到達7成以上 換言之 它可不可以打到船艦 各位精準度 它唯一的差別是在於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打固定的目標 比如說你要打一個陸地 你要打一個基地 那就要求不高 因為不會動 但是海上的目標在於什麼 中國的船艦會跑來跑去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特別強調說 這個導彈的精準度之高 是在於說 因為它可以直接很明確的命中到 我們講的所有在移動的船隻 而行到所謂的恫嚇的效果 所以我們剛剛看的畫面就是 這兩天發生了中飛的一個衝突 試駕中國的船艦去包夾菲律賓 不但包夾人家的橡皮底 你把人家的橡皮底給劃開 劃開就代表你根本就要置人於死地 本來這件事情已經結束 你說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 才剛剛開始而已 當然沒有錯 因為我跟你講它會持續的 跟菲律賓去施壓去push 但菲律賓現在很顯而易見的 過去的狀況是這樣 就你push我的馬德雷3號 我沒有辦法運捕之後 我有可能就摸摸鼻子 然後我再派幾艘 想辦法去運捕 但現在不是 現在因為誰的衝突聲 以前頂多衝衝水柱 以前頂多打打水炮 然後船隻撞撞就算了 但如今這一把是 它直接登箭 而且傷到人 而且把它八把的槍枝 直接給沒收 所以對維爾貝爾而言 孰可樂孰不可樂 很有可能未來真的一觸即發 這個第一槍 它也敢看下去 現在全世界剛剛講的 美國對中國提出了高度的戒備 高度的戒備 不是空穴來風 下面就是 他們在菲律賓 這也太誇張了 你看這畫面 中間不是講嗎 它的海警船 跟菲律賓的船隻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 居然把菲律賓的一個船員的手指頭 給剁下來 這個中間極其惡劣 如何極其惡劣 它是兩艘船去包夾菲律賓的船 前面還有一艘 後面還有一艘船跟著 跟著了以後 它的這個漁船也過來 四面包艘 四面包艘 你就算了 你打群架 把人家圍在中間 打群架 把人家圍在中間了以後 你現在上船怎麼樣 你上船是帶著斧頭 帶著匕首 帶著棍棒上去的 對 南海這邊的話 馬德雷三號的一個補給 讓兩邊中飛的話 他們的衝突越來越大 但是過去來講的話 你稍微擦撞一下 我稍微擦撞你 但是昨天我們先看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這樣子 它竟然是兩艘船 直接來把它包艘起來 左邊跟右邊 都是中國的海警 然後中間是他們的 這個真的很惡意耶 而且它是在行動當中 移動當中 直接把你夾住 夾住之後 把你困住之後 竟然前面把你擋住 擋住完之後 拿出來的是直徑看 斧頭 對 這樣拿斧頭 然後這菲律賓的人員 第一時間還搞不太清楚 說到底怎麼回事 還要英文去問他 結果這人員一動 中國海警的人員 就直接拿斧頭 大喊 Don't move 然後就開始用長棍 把他們的充氣艇給夾住 夾住完之後 竟然用一個長繩 把他們的東西給困住 困住完之後 竟然就上船了 上船之後 又打又砸 真的是斧頭幫 直接把一個菲律賓的船員 的手指頭給剁了 剁了下來之後 大家想說 你到底要幹嘛呢 因為其實菲律賓他們的船上 有沒有步槍 有步槍 但是誰都不敢開第一槍 所以他四個步槍 就被斧頭幫給拿走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你幹嘛中國要拿斧頭 你幹嘛要拿長棍 你幹嘛拿匕首 搞了半件事 之前奧斯丁已經請告了 大家都不能在這裡開第一槍 美國只敢柿子挑軟的 是他只敢去欺負菲律賓 那你在欺負菲律賓的時候 你不敢開槍 你也怕得罪美國 大家開了第一槍 後面責任就理不清了 問題是你直接登上人家的船艦 你把他的通訊設施給砸爛之後 竟然把船員的私人手機 也把他順走了 大家想說 你這個東西已經有點惡劣了 你把船員的手機給順走 然後這個東西來講 菲律賓就開始講 導播我們看這個畫面 你今天 這邊 你把人家上去了以後 你把人家儀器 這邊這玻璃都已經打爛掉 玻璃打爛掉人家手機 你把人家給砸爛 砸爛你看 所有的螢幕全部 這也太土匪了吧 然後菲律賓的安全官員就說 他們中國還僅奪走了八支 裝在箱子裡面的M4步槍 所以人家有沒有東西 人家是有東西 但是不好意思 不敢開第一槍 然後中國大陸這邊 他也有看到一個記者 他說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他們也有對我們攻擊 然後記者問他 什麼攻擊 你兩邊給人家包抄 後面有一船在攻擊 然後你的漁船 都來踹人家一腳 你打群架 有 他們說了 他們對我們潑水 潑水 他說他們對我們潑水 好 其他的畫面看過 更可怕的是說 你把他前後包抄之後 夾擊之後 把他擋下來之後 其實他們菲律賓 他們是充氣船 他們打砸完之後 竟然拿斧頭 把他們的這些橡皮全部給劃掉了 所以這東西來講的話 菲律賓就說 你這個是海盜吧 人也打了 手指也剁了 東西也搶了 你就要把人家的橡皮給劃掉 如果不是我們後面有其他的劍織 在持緣的話 那這些的阿兵哥 這些士兵怎麼辦呢 所以你說 你的動作是要置人於死的 從頭到尾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把他給夾擊之後 一個一個給他打下去 打下去之後呢 把他給劃掉 劃掉完其實就是看 不管你死活怎麼樣 反正你不可能可以把任何的補給 再送到馬德雷三艦上 這個太扯了吧 這個一直以來 其實從他們開始碰撞之後呢 這一次讓大家看到說呢 這個真的是 慢慢慢慢的一個加劇 他們彼此的一個衝突 而且剛剛講的 你現在 剛剛講 你現在為什麼不敢開張 是因為你怕得罪美國 你怕得罪美國 所以你敢只敢去欺負菲律賓 今天剛剛講的 今天連布林肯都說話了 對布林肯也說了 其實呢 他有跟這個菲律賓的外交部長來通話 他說 其實中國在南中我海的升級行動 是破壞了地區和平和穩定 並且重申了美國 是根據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問題是 以這種冷兵器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來三塊魯旁嘛 你不敢開第一槍 但是誰會想到 你拿出斧頭 但是斧頭有沒有殺傷力 其實斧頭也有殺傷力 有菲律賓人員 一隻手指頭就被剁掉了 但是這個斧頭幫 你上人家的船 你去等於說警告就算了 你根本就是流氓 你把人家的儀器都打破 你把人家的手機都打破 你把人家東西給搶走 對還把人家的手機給搶走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如果他們持續用這個冷兵器的話 布林肯說他們要重新的來看 這個道理有沒有違反相關的 好 各位 現在中國跟菲律賓的衝突 越來越緊張了 而且中國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其實是一種恐懼 因為菲律賓跟美國 已經越走越近了 而且我們之前講過 在所謂的肩併肩的時候 他把堤風系統放到了亞米島 還想說你放個堤風系統 是什麼了不起 你說堤風系統是很恐怖的 是一個美國最先進的 飛彈發射系統 而且這個飛彈發射系統 是一坑四彈 如果真的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中國是無法抵擋的 我們要再看看 這個堤風飛彈系統 是2023年 就去年才開發完 去年才開發完的 使用客戶只有一個 美國陸軍 那美國是在今年 4月份把這個堤風飛彈系統 透過軍用運輸機 運到菲律賓 這個神兵利器 怎麼會運到菲律賓呢 不是運到日本跟韓國嗎 不是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 你說欺負菲律賓 或說壓制 菲律賓在南海 他們都看在眼裡 那既然菲律賓需要 我們就給你一些神兵利器 那我們看說 這個堤風飛彈系統 它有什麼神奇 第一個 它講白點 就是說 把海軍的神盾軍艦的 飛彈發射系統 做什麼 把那個四個坑 四個發射架 放到一個大型卡車上 就是說 海軍的大型 應該說大型卡車 它可以發射 海軍的神盾垂直 飛彈發射系統 這個有多恐怖呢 它可以發射 除了標準飛彈之外 它可以發射 所謂的陸工的巡弋飛彈 陸工的巡弋飛彈 它可以發巡弋飛彈 對 陸工的巡弋飛彈多長 我們可以看 這個所謂的圖表來顯示 那標準飛彈 射程距離 大概370公里 但是呢 巡弋飛彈 戰斧巡弋飛彈射程 2000公里以上 這2000公里以上 其實它已經可以威脅到 所謂的廣州的部分地區 那其實美國呢 給菲律賓飛彈飛彈 不是用它來威脅 威脅哪 威脅哪邊 威脅南海的一些島礁 南海不是有一些島礁嗎 中國常說 我們有鼠臂礁 永鼠礁 鼠臂礁 美濟礁等等 這些都已經知識化了 對不對 那其實美國以前要用什麼打 透過核子潛艇 慢慢的發射這巡弋飛彈去打 現在不用 現在直接把這個中程飛彈給誰 所以我如果在菲律賓放這個提供飛彈 你今天什麼 永濟礁啦 永鼠礁啦 這些這個捨臂礁 全部都在我的攻擊範圍內 對 其實一瞬間 說真的一瞬間就可以把它抹滅 一瞬間全部毀掉 對 因為其實 你要在這些永鼠礁 鼠臂礁建 防禦飛彈系統 不是不可能 但是要花費很大的力氣 那目前的話 其實中國並沒有 那其實美國也選這一點 就是說 與其用我的潛射 用核子飛彈潛艇來打你 不如我給菲律賓相關的配備 讓它在我美國的一生命下 做什麼 直接把你從地圖上抹掉 這個是美國的想法 地球上抹掉 對不對 剛剛看的畫面 大家以為說 是中國的漁船 基於義憤才去衝進去 可是你不是 它這個最標準的流氓行為就是 它根本就是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來進行 等於說 對於其他國家的壓迫 對 你知道 其實就在菲律賓的這個仁愛礁 或者是仙兵礁附近了 早就已經存在一百艘到兩百艘之間的 中國海上民兵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床 除了一艘海警船之外 其他 全部都是海上民兵 都是受中國指揮的 是啊 所有海上民兵 都是在南沙群島附近這個海域來stand by 它是什麼 就隨時號令 如果說中國海警需要的話 他們馬上集結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扮演成為漁民的身份 我是漁民來搓臉 我是打群架 我是民眾跟自民眾之間的一個衝突 我就不會動用到美飛防禦條約了 因為你知道 其實美國一直在保證什麼東西 就說如果你菲律賓的武裝部隊人員 受到傷害的話 或是受到攻擊的話 那就啟動美飛防禦條約 我今天告訴你說 我是民眾打群架 你管我這麼多 我就海上秩序而已 海上社會秩序圍 他說我是打群架 對 我又不是來跟你 打這個射擊第一槍 或怎麼樣之類的 來啟動你的軍事同盟條約 所以今天其實中國正在做步步禁逼 我用這種方式 看你怎麼啟用美飛防禦條約 而且其實小馬可是在 香里拉會議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 說除非是我們菲律賓人死亡 但是當你講死亡的時候 人家給你剁手指算不算 不是 可是這動作太惡劣了吧 董哥你看 你去給人家撞人家的船 撞人家的船 你這個斧頭還這樣拿出來威脅人家 你不只是撞船 你把那個氣墊船的氣把它銷轟 把它刺破 刺破完之後 人家上面本來是要補給 那個馬德雷3號上面 船隻的這些士兵的槍支 也給他全部沒收 把那個槍支帶走 所以那個槍支要是給馬德雷3號的 對 他是給馬德雷3號 結果把他帶回去 帶回去也被我們還人家 那這是惡霸行為啊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美國要怎麼反應呢 其實中國都在測試 美國的底線在哪裡 到底要怎麼去協助菲律賓 到底美國要怎麼做 其實中國都在測試中 他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威脅 軍事上的包圍 他甚至也是一個科技跟經濟上的包圍 就我現在跟他講 你現在照理講 你應該跟大家交好吧 你要化解這樣的壓力吧 究竟你現在怎麼對菲律賓的 打破開喔 他菲律賓是幾艘船這樣子圍攻 圍攻以後去包夾 包夾以後 今天更誇張的是 直接拿斧頭上去砍人了 對 南海這邊有很多很多的爭議 過去來講稍微插中一下 稍微碰住一下 但今天來講真的是打起來了 而且他拿出了的是什麼 是冷兵器 拿出了斧頭啊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 他們是先從兩邊 然後呢中國海警 把這個菲律賓的這個橡皮艇給夾住 夾住之後呢 再從另外一邊把它給擋住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後面還有他們的漁船 再來踹一腳 所以呢你看喔 真的是四面八方就把他們給圍住 圍住之後呢 菲律賓的這些官員還想問他們要幹嘛 結果呢只是稍微動了一下而已 馬上手持斧頭 開始大罵 Don't move 只要任何一動一下 他們就好像做事要衝上去 然後呢他們試圖想說要跟他們講一下 沒想到最後就真的衝了上去 他們先用這個繩子把它給控制住之後呢 就直接登船上去 然後又打又砸 又打又砸 對甚至把他們一個菲律賓的官員的手指給砍掉了 好我剛剛講導播 你先看這個照片 這裡的玻璃導播 玻璃都被打破了 這些剛剛講的這儀器 這個儀器在下面 儀器的玻璃也被打破了 那上面我的手機會被你砸爛了 那中間有一個人 他的母子就被砍掉了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菲律賓就說 其實登上菲律賓國家的船艦裡面 他有攜帶這個是什麼 海警攜帶的單刃艦 然後矛跟刀 但是他們其實他們是有步槍的 他們有八把的M4步槍 可是因為來講這個才慾太敏感了 沒有人砍開第一槍 所以他們只能刺手空拳去打 結果中國大陸也看了記者會就說 你們也有反擊啊 反擊什麼 他說我們沒有反擊 我們這杯打的手還被切起來 他說你們有潑水 潑水 對他說你們有潑水 所以你現在回頭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是故意的 因為從第一時間把他包夾 第二時間把他登船去打砸之後 最後要走了 因為菲律賓是一個橡皮艇 橡皮艇之後 他竟然是直接拿斧頭 把人家橡皮艇繞轟 你說直接把你劃開 對 我把你這個橡皮艇劃開 我就讓你沉默 我不是讓船上的人都死掉嗎 這個就是最不講武德的地方 你打也打了 眨也眨了 所以我們從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次非常惡劣 這中間的就是菲律賓的船 我兩個包抄 包抄裡後面還有一個海警船在跟著 跟著你把他圍住 圍住了以後 斧頭也拿出來了 利刃也拿出來了 毛也拿出來了 冷兵器 全部都往菲律賓身上招呼 對 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他就在閃什麼 閃說因為美飛的共同防禦 這個時候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狀況的話 那美國是會跳出來 可是呢 我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混亂當中呢 還有一台 這個他們自己的漁船 到時候就說 我們就是海上的一個糾紛 海上民隊 就是海上的一個糾紛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美國跳出來的話 那後面恐怕就很麻煩 但是菲律賓他自己 也有一些新的一個想法了 你每次都用海上民兵 這些中國大陸的漁船 都把它用鐵殼包起來 菲律賓他自己也要弄一個快速箭 這快速箭呢 全部用金屬結構 他就告訴我 如果要衝撞的話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衝撞 好 對不對 中國現在這樣子也太惡霸了吧 他沒有辦法 你知道喔 因為美國跟菲律賓已經講好說 什麼時候要啟用美飛防禦條約 但是中國他現在說 我就是不開第一槍 我就是用這種傳統的 用冷兵器的這種做法來刺你 然後來挑釁你 那你會不會回應我 反倒如果你開我第一槍的話 我說不定中國還世出有名 也不一定 所以其實喔 他現在正在什麼 你說中國人 為什麼要冷冰器 他不敢開第一槍 他不敢開第一槍 如果你敢開第一槍的話 就是美飛防禦條約的實施了 是啊 因為你知道 現在美國本來 就在第一島鏈來佈陣 這個佈陣就在等待 中國開第一槍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都準備好了 中國開第一槍的話 這時候反撲 中國承受不了 你看習近平講說 美國試圖要挖一個坑給他跳 挖一個陷阱給他跳 想要用台灣 借台毀中 這樣的一個概念 事實上來講的話 美國也是希望 透過菲律賓借飛毀中 這個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美國策略 所以說真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 中國只能用冷兵器 來這個至少做一件事情 等著馬德雷3號被風吹垮 所以現在的中國 只能等時間了 縱觀現在國際的整個局勢來說 最大的火藥窟在哪裡 被大家說 要嘛是烏爾戰爭還沒有打完 或者是中東戰爭 現在很多國家把它重點放在南海上面 你可以看到之前的畫面 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菲律賓 三國軍演 好這已經不算什麼了 原因是因為這一次軍演 又加入了澳洲 加入澳洲進來 整個南海局勢 會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嗎 是的趙兒 特別是在針對菲律賓跟中國 最近從3月到最近4月初 頻頻在南海 尤其是鐵線礁 人愛礁附近的一些 南海的主權的爭議跟衝突 中國都越來越硬 不斷的 上禮拜我們就有提到 用水砲 至少發射8次的水砲 去驅逐菲律賓的補給船 那其實在4月5號6號的時候 中國跟菲律賓 又在後藤礁附近 中國有兩艘海警船 然後看到了菲律賓 一大堆好幾艘的漁船 他們要靠近的時候 中國的海警人員 還特別去假裝 我要出動我的高壓水砲 你來我就用高壓水砲去噴你 我上禮拜不是才用8次噴你嗎 高壓水砲噴你 噴到你們有3名軍職人員 還有其中一個菲律賓的司令受傷 那你現在要靠近我 管你漁民裡面是真的漁民 還是有人偽裝成菲律賓的漁民 我一樣會用水砲來壓制你 就像這個畫面一樣 菲律賓當然就指控中國 兩邊又在開始互槓了 那這個時候美國跟日本還有澳洲 決定挺菲律賓的 因為4月7號 今天開始 他們要在菲律賓的巴拉旺島 以西菲律賓的EZ專屬經濟海域區 附近的這個海域 展開美國日本澳洲菲律賓的 海上守護的聯合軍演 也難怪 難怪菲律賓講話會趕這麼大事 那所有的大哥來了 兄弟也來了 我的聲勢大了 現在是全面要打擊中國了 所以你看到 菲律賓它出動了巡邏艦 這個阿卡拉茲號 還有包括皮樂號的驅逐艦 那日本海上智慧隊 它的這個出動了一艘 護衛艦叫鼠號 還有美國的濱海戰鬥艦 墨爾比號跟澳洲的這個護衛艦 有一艘這個 他也出動了跟菲律賓日本和美國 一起到了這個巴拉旺島的這個西邊 菲律賓的海域 他們去做一個聯合軍演 你想想看喔 菲律賓才剛結束跟美國的 肩並肩聯合軍演 我上禮拜有提到 才17600人 美國就出動了12000多名美軍 那菲律賓也出動了5000多名的部隊 上一次美國跟菲律賓聯合軍演 都有一萬多人 那這一次場景拉到海面上 美日澳飛四艘的 四國的五艘軍艦 那當然它的規格更大了 然後還有包括在力挺菲律賓的這個狀況 目的就是逼這個中國 那你可以看到不只是這樣 日本最近傳出來說 它的這個自衛隊要駐軍菲律賓 這個時候挑動中國的敏感神經 雖然日本官方否認 他說我們不是常駐 是因為根據菲律賓跟日本 有簽立一個RAA的護准進入協議 日本跟菲律賓可以兩邊 隨時到對方的國家去進行軍事演習跟交流 但是這麼一打開 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代表了什麼 就是美國它的軍隊可以在菲律賓 日本你一樣可以來 他把日本也抓進來了 我們一起來圍堵中國 沒錯 再加上最近美國的副國務卿坎伯 他不是有提到 AUKUS協議不是只是為了美國跟英國和澳洲 還包括台灣啊 表態說這個AUKUS協議有助於台海的穩定 可以幫助台灣 AUKUS是什麼 就是告訴他美國跟英國和澳洲 幫助澳洲建立它的這個核動力 本來是買跟法國買財電動力的潛艇 為了這件事情還跟法國鬧翻 鬧得不愉快 那後來改成說美國跟英國幫助澳洲 來製造他們最先進的這個核動力潛艇 然後來強化澳洲的海軍 還有它的反潛戰力 美英澳 其實日本一直很想加入AUKUS 那這個時候日本如果它的RAA 可以常駐菲律賓的話 這不就應驗了美英澳加上日的這個 新的一個AUKUS成立嗎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為什麼這次變成核武的戰爭 最關鍵就是南海爭議啊 現在南海包括了中國 包括菲律賓 現在我們台灣也參與它了 我們的立委也去到太平島 現在這個地方 比我們更想像中的兵兇戰危嗎 而且其實以南海這個地方 主要是因為周邊的國家 都認為自己是擁有南海主權的深鎖國 所以各自在所謂的不同島嶼的部分 歷年來其實都有互相 我指責你 你指責我 那最近其實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以黃岩島來說 確實是成為中國跟菲律賓 引發高度國際關注的這樣一個現象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哇 這麼多船 你感覺上 那是漁船在捕魚嗎 沒有 為什麼 當大家揮旗子的時候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政治性象徵的一個宣誓動作 這是一個人海戰術囉 這是一個船海戰術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是菲律賓一個就是 這個叫做 這是我們的聯盟 它在5月17號的時候發動五艘民船 跟130的小漁船 要前往所謂的黃岩島 目前黃岩島的狀態是說 中國大陸擁有實質的這個控制權 但問題是因為菲律賓不斷的強調說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所以你看它那個聯盟的名稱叫 這是我們的 它就已經宣誓了一切你知道 那結果呢 你這時候跑到黃岩島去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海警 用這個水泡像畫面像這樣子 它是直接衝你的船體你知道 而且那時候還有日本的媒體也在船上 他們就直接拍到 那時候菲律賓的漁民一直在害好 哇這是要殺人啊 這是要殺人或是幹嘛的 結果呢 在這種所謂對峙當中 當然還好沒有發生船隻碰撞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 菲律賓方面是宣稱講說 這個我們任務已經完成了 我們宣誓說這個黃岩島是菲律賓的 但是呢 中國的官媒卻直接講說 不好意思喔 你連我們那個50里的這個距離 你都進不來 你是在幹嘛 你是在自己在那裡叫 他還說是碰瓷耶 所以你現在問題就來了 其實以中國大陸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 他為什麼這次用海警船 因為在南海 在這個所謂南海的部分 中國大陸一直試圖把它給內海化 所以呢 他其實用這個海警的部分 是想要降低這個所謂軍事上面的 這樣一個正式的衝突 所以你剛剛提到 央視從早上中午跟晚上 一天居然發三折跟南海相關的新聞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像這個以轟6K來講 他也跟你派出來 甚至呢 你看他們之前還有這個影片出來講說 我告訴你菲律賓的船跑過來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海警 就是中國大陸的海警 還直接講說 你要給我通報你的意圖 你要給我撤出去這樣 而且現在傳出來講說 中國大陸也不斷的在南海 進行很多的這個佈置你知道 包含到說 它這個洞兩兩的 這個所謂的逆中導彈艇 也配備了這個所謂 英籍的系列的這樣的一個飛彈 這個被形容叫做中國南海的大殺器 是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屬於這個雙體船 也就是說它其實這個兩邊 那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海巡跟我們海巨 就像畫面上面所看 那這種船 其實我們也有這樣一個設計 它主要是幹嘛你知道嗎 因為它其實是那個雙體的那個部分 它是兩個這個 類似像兩個船身這樣 那還可以在海上做比較快速的運動 那這個其實就會對它這個所謂的 中型或者是小型的船隻來講 它的速度就會非常快 那你可能如果今天如果回來看的時候 它真的要對付漁船嗎 現在美國也是不斷的強調 就說南海這個地方 不是你中國大陸自己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會對這個 所謂的美軍的航母 或美軍的船艦產生威脅 這是一個大家要觀察的指標 第二個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也告訴大家講說 他們要仿造以前跳島戰術的這個概念 他們要做什麼 你知道遠征前進作戰基地 那這個作戰基地來講 它會變成是 我分佈在很多的地方 結果現在美國的這個 這個前司令 他也說中國大陸也看到 就是說我如果在南海 我也必須要有很多的這個據點 居然想要建20座所謂的核航母 也就是所謂的海上浮動的這個核電站 那這個建起來之後 就會變成是怎樣 你知道我對我周邊的這些島嶼 它實質控制的這個地方 我要對你的電力的供給的部分 我讓你不用擔心 而且最近大家都看到 中國大陸不斷的在所謂的電力的部分 包含那個電池的相關的這個設備上面 不斷的在這個精進啊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要去強化 他在南海島嶼裡面 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重要基礎建設 當然你剛剛提到說 像這個在今天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10個國民黨的立委 說他們到太平島去啊 昨天打了一整天 今天還特別去耶 而且他們還強調說 你看我們花了十幾億啊 在那邊弄碼頭或什麼 但是我也講說 外界對於這一次的這個活動上面來講 這個關注度就沒有這麼高 為什麼 因為當時啊 我們在講南海主權的時候 馬英九也登過太平島 所以他今天講說 我們要去證明一個島 其實之前都已經證明過了 我們也沒有太過於擔心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太平島的重要的位置 其實來自於是 以這個所謂的南海周邊的地形圖來看 你可以看到太平島 居然就是位在這一個 整個的南海中心的這個正中間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其實真正重要戰略地位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在永興島跟黃岩島 還有永暑礁這個地方啊 他們不斷地去建什麼 你知道 建重要的軍事設施 是 而且他們也不斷地把那個島 給它擴大 你知道 可是你就會發現到 我剛剛為什麼強調太平島的重要性 因為呢 中國大陸在這邊啊 他們成立一個叫做黃金三角 因為從永興到永暑 到這個黃岩島 是不是一個這樣一個三角形 對 他剛好就是在整個南海區域的正中間 所以你想想看喔 他今天要去強調就是說 我在上面有機場 有機場我就會擔心人家來破壞啊 我就要維護我的安全啊 所以我就幹嘛 我就可以合法把我的部隊派進來 所以我這邊有部隊 這邊有部隊 這邊有部隊 三個都有部隊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你周邊國家所有的經濟租租 我就可以監控你啊 他就實質把這個地方給內海化 所以當我的太平島位在這三個島的正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為什麼大家會一直看中太平島的這件事情 因為當我擁有太平島主權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周邊全部都被你給封鎖 這個地方就是屬於我們的啊 來尹佑你剛剛才提到一件事情 我們私底下講你跟我講說 現在要看的根本不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小三角 來導播你幫我看 這是一個小三角 小三角完 太平島的確也在這個裡面 你要跟我們講的是說 現在不管是中國 不管是菲律賓 他們要的是什麼 大三角 他們要的是黃岩島啊 黃岩島直接控制之後 太平島也在這個三角裡面 這是現在不管是中國 菲律賓 兵家必爭之地嘛 沒錯因為現在的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對於中國來說 它其實是吸收了1996年 當時飛彈危機的一個教訓 那時候美國的航空母艦 一個是從哪來 關島嘛 或是從日本這邊 從太平洋過來 另外一個航空母艦 你你知道從哪邊來呢 就是從地中海經過南海 這邊到台海 所以如果今天中共它想要 對付我們中華民國 對付台海的戰爭的話 它一定會需要在南海這邊先把它堵住 所以其實今天整個中國的一個戰略是什麼呢 沒有我們剛剛講說這個三角嘛 第一個就是點 就好像我們下圍棋一樣 你要去幹什麼呢 搶點 對 然後你就把這個點 所以1974年 當時的一個西沙海戰 它就把永興島給吃下來了 然後再來呢 2014年 2014 2010到2014 它又開始去經營了永暑礁 那接下來是哪裡呢 當你兩邊兩點都固定到的話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哪裡 黃岩島 所以其實從這樣的一個戰略來看的話 它就剛好是個什麼 我們講的點線面 它從你一個島的點到海上交通線 下一個它會希望形成一個三角 用一個面的方式去控制南海 那今天剛剛有講過這個點非常重要 因為菲律賓要跟它搶 也是為什麼美國最近跟菲律賓很多的互動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太平島 你剛剛我們今天 少和你有打籃球嗎 對 打籃球的話呢 我們都會知道你要做什麼 進區 搶進區打進進區 所以太平島是進區 沒錯 今天就等於說 因為我們是有南下三秒的規定 可是戰爭沒有啊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中華民國太平島 就是在南下這邊進區 卡一個進區在裡面 那我們卡這個進區就可以做什麼呢 會變成說 今天它的一個海上交通 它傳球 或者是今天它的空中雷達等等的 那一些的監控 在我們來說有一個對中國來講 不是那麼一個這一個 站在它那一邊的地方 會是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在這裡 在南海的一個入場卷 那這裡的話 剛好其實過去我2018年的時候 我有跟同學 我帶同學去太平島 對 那一次現在我們看很多的那個立委啊 一些官員 他們是要山洞做飛機去 我們那時候是坐船 那為什麼後來這個坐船 其實說實在 中間的這個風浪是相當的一個 還要小船換大船 對大船換小船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 最近會說太平島的碼頭很重要 因為你的重要的機具 不可能要山洞飛過去啊 你一定坐船給運過去嘛 那我們坐船過去的時候呢 當時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的碼頭還沒蓋好 所以我們大船要到的時候說 颱風 颱風要來了 風浪很大 那風浪很大的時候呢 我們的小船 我們那時候說 學生要從大船到小船 會不會有危險 所以最後我們沒有上島 我們只有船到了 還沒有辦法上島 你知道這個對我來說 是多麼的一個惡玩啊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上島 就是因為當時大船 沒有辦法直接開進去碼頭 因為碼頭還在擴建中 所以你一定要換小船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 為什麼我們的碼頭要擴建 有這麼重要的一個重要性 就是因為未來 可以讓大船直接開進來 预風你剛剛提到一個關鍵 太平島我們形容是禁區 我們可以跟菲律賓 可以跟美國 我們提供中國的情報 這個點非常的重要 不過你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道路也直接在很多地方 人工島礁 人工島礁 一個一個劍 好像是用那種包圍的人海戰術 或者是島礁戰術去圍你 你現在要跟我們講的事情是 這一些島礁 到底是真來假的 這些島礁真的有戰略用途嗎 對 沒有錯 今天的一個中國道路 它在這一邊 其實不是只有永興島 還有黃薯礁 它其實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這種島 那我們看 它很多的島 它在上面幹嘛呢 填海造陸造機場 對不對 那你填海造陸的話呢 你多次的重型戰機 或是你的客機或大型運輸機 你多次的起降 這樣之後呢 地質會怎麼樣 鬆軟 等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中國大陸的重型飛機 不管是一些他們最專業的 在這邊起降 起降一兩次感覺沒什麼問題 你起降多次之後 真的會出事 那個人工島礁可能會 直接裂掉 戰機直接追到裡面去 裂掉不一定 可是它會鬆軟 那你鬆軟的話 你飛機起降就有問題了 所以它會有一點外強中干弱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好像 它雖然點很多 打籃球 我再講一個打籃球 最近NBA 這個總冠軍賽 這個籃球的話 我們才會緊迫叮人 對 它就是弄了很多個點 想要去緊迫叮人 可是最後發現 你的球員體力不夠 你沒有辦法 就長時間在那邊維持 甚至是你說你要放飛彈 你要放武器 放到那個上面呢 但是那個地方有一個問題 風吹日曬雨打 那個海風的嚴分是很高的 會造成什麼呢 陳秀 會造成你的電子機械在上面 很容易故障 所以其實到後來 中共也有發現到 我弄了那麼多的一個島礁那麼多 但是我真正的軍事用途會很多嗎 還是不如把重心拉回來 發展我的海上艦隊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對美國來講 好讓你蓋沒關係 你要花多少錢 可是我重點是要抓住菲律賓 抓住這些台灣 抓住這些其他國家 跟他的海軍合作 用我的海軍形成一個區域聯防 來破繭你的三角戰術 與此同時 就在同一天喔 3月4號5號 是兩會六會隊 菲律賓也發生一個奇怪怪的事情 來發生什麼事 撞船了 我說後來越看 我說你看明白了 第一個啦 菲律賓派出來的船 是什麼國家打造的 日本 日本欸 寶德哥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國際這次會有巧合嗎 菲律賓這麼多艘船 偏偏挑了一艘日本的船來 當然不是嘛 他在跟你講嘛 美日兩個是聯盟的嘛 而且這件事情 是要挺讀哪一件事情 碰撞這件事情 跟哪一件事情 驚嚇有關嘛 他在跟你講嘛 對不對 你驚嚇在那邊碰撞 沒關係我菲律賓 我跟你講 為了捍衛執法 捍衛海疆 捍衛主權 所以我可不可以碰撞 他跟你講 我可以碰撞嘛 這是美國 在傳遞出來給你一個訊號嘛 他是撞給中國看的 當然嘛 奇怪 同一艘中國海警傳過來 菲律賓也派了海軍子過去 你仔細看喔 他這個多麼精密 他是我先慢慢 環環的靠近 環環的靠近 然後調整我的傳手角度 來各位你看喔 往左 左蠻舵開始慢慢調 慢慢調 然後沒有 停下來了 他就讓你自由漂浮 自由漂浮 載浮載沉 撞到這是海浪造成的 不是我造成的吧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再來 他的鍵上這個叫什麼 DEMONSTRATION 我是來表演賽的 拿著攝影機 高階攝影機 各位 就跟我們現在鏡頭拍的這種攝影機 差不多高階 稍微爛一點啦 高階攝影機在那邊拍給你看 然後全程做紀錄 你就知道了嘛 他在告訴你一件事情嘛 這是什麼 我在不違反法律的程度之下 這一件事情 捍衛主權我們是陰陰該該的嘛 再來第三件事情 你說撇除掉這兩件事情 美國的航母是不是挺毒 就挺在外面了 對不對 剛好B-52還飛過去 然後一大堆三艘 各位 他是三群航母艦群 通通都擺在這邊 那我就問 請問這跟驚嚇世界會沒有關係嗎 沒有這件事情 他們會做這件事情嗎 你的撞船 你的這個海峽周線 都跟驚嚇世界的後續有關 對嘛 那我各位各位 你要回顧到觸發點 因為美國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說你台灣要自立自強 你台灣要自立自強 你台灣要自立自強 那請問台灣有沒有自立自強 沒有嘛 沒有啊 台灣打嘴砲嘛 台灣變成是我們這個口頭上不輸 但是我們實際上怎麼樣 該讓就讓 該閃就閃 對嘛 就等到美國全面進駐之後 那我問喔 如果不是台灣的退縮 不是台灣的這種 六部原則 什麼事也不做 美國他有藉口可以進來嗎 當然沒有嘛 現在中國在自己內部 剛剛講的南老北 他現在在討論 連習近平都講 我現在要照顧老百姓 可是你現在在南海 繼續上升勢 升勢以後 你跟菲律賓竟然有衝突 衝突 他們的起燒 中國的船把菲律賓的船給包圍 包圍到 還把人家手指給打傷了 好 今天我跟大家報告 他叫做仁愛暗殺的這個海域上面呢 出現了一個大船包小船的畫面 有一艘船在中間 你看有沒有看到 左邊跟右邊 中間夾一艘船有沒有 這是兩艘船 三艘 左邊又中間那艘是 有沒有 一艘 兩艘 三艘 後面第四艘跟他後面有沒有 包圍的方式 左右後 夾住裡後 這夾菲律賓的船 把菲律賓的船 你怎麼可以在我仁愛的暗殺這個地方行動呢 你看 我方的這個小艇 還有我們的中國小艇都在這裡有沒有 你看喔 把他包住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船1 中國大陸的海域船2 還有中國大陸最後這艘跟過來的3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沒有出現的 連漁船都過來幫忙 在附近打漁的漁船都幫忙 幫你包阿 對 包阿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樣蠻危險的 他其實他在往前開 他就開嘛 他要叫他 兩邊夾殺 夾了以後 船上有一個人手指都被夾斷了 有沒有 他手指都被夾斷 那去菲律賓 真的夾斷了耶 真的夾斷了啊 因為體力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在碰撞 重要過程中就夾斷了 你想看那個場景有多驚險 我這是菲律賓的所謂的船隻 船隻以後我兩面包招 我剛剛講兩面夾擊 夾擊了以後面 後面船就跟過來 跟過來以後 你就緊在那邊不能動 不能動以後 中國還有一個船 這個上面只能做三個人 他也來踹一腳 好 那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就講 你船上有槍械耶 你為什麼有槍械 所以我把你繳械 人也抓走 那我現在段子怎麼辦呢 那我們再來談判 中國大陸這個動作認為說 我們是保害 保護我們仁愛暗礁 可是菲律賓講說 你今天在這個有沒有 所謂的這個仙兵礁 這就是菲律賓的船 他在四月的時候來 就這麼一艘 保全哥立刻來了十幾艘 把你全部包起來 我要用那個顏色好了 菲律賓在這裡 然後中國大陸的船 全部把你包住 那這個衝突其實基本上 升高的菲律賓跟這個 中國大陸在南海的衝突 可是菲律賓後面有人 美國 因為美國其實基本上 是支持菲律賓在這個地方的行動 而且其實美國四月底 五月初的時候 保全哥你記不記得 他還有一個背靠背的美菲的聯合軍演 那為什麼這次行動這麼激烈 其實在這個南海 不管是仙兵礁 或仁愛暗殺也好 其實是船跑來跑去 常有的事 那中國大陸在這邊 天海造路也不是第一天 可是這次來 以後菲律賓是直接拿大的國旗 最大的巡邏艇就出動了 那你出動巡邏艇 我就實際上就過來 好 保全哥這個是後果 前因就是四月底五月初的 美菲聯合軍演 當時美菲聯合軍演 有兩件事情 讓中國大陸沒辦法忍受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他的這個聯合軍演的項目 居然是反登陸 那中國大陸解放軍 有要去登陸菲律賓嗎 沒有啊 看起來是沒有啦 不過那菲律賓可能覺得很危險 可是你要知道喔 他是在菲律賓的 馬尼拉北部的這個 旅宋島跟台灣中間 他是在海域喔 這一塊還有這裡喔 所以離台灣大概200公里而已 所以就會被解讀說 你為什麼要做反登陸演練 因為他在亞米島 亞米島離台灣 只有100公里 是啊 你為什麼要做反登陸演練 沒有要跟台灣而已啊 第二個 現在目前菲律賓跟日本 也有一個喔 海上的互相准入的學定 日本其實是本來只給澳洲啦 那現在目前又給菲律賓以後 那是不是美國菲律賓跟日本都同時 最後一個是什麼 在這一場的這個被靠杯的演練當中 他們在演練過程當中 有集成一個靶船 而那個靶船呢 當時成功集成以後 菲律賓的官方的新聞講說 這個靶船是中國製的 我們把它集成了 所以中國大陸非常生氣 歡迎收看菲律賓其客 現在真的撞船了 而這個撞船 不是台灣跟中國 現在這個撞船 你現在畫面 是菲律賓跟中國 而且不是中國撞菲律賓 是菲律賓撞中國 而且你看到 菲律賓百名火 就要跟你衝上上去 它上面有無人機 它旁邊有所有的生機 你看有沒有 現在菲律賓準備撞了 撞了以後它有SOP作業 我該怎麼撞 我該怎麼上 我該怎麼拍 它全部都有一套的作業方式 現在有人講說 這個船是誰給的 這個船是日本給的 也就是說 現在難道菲律賓現在背後 已經有日本跟美國的靠山 有美國靠山在這個海域裡面 不管在黃岩島 在人海礁 只要菲律賓覺得 中國侵入它的海域裡面 他們就直接撞上去 在所不惜嗎 好在這一段裡面 戰略專家林靈輝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聽會你好 大家好 這太誇張了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撞上去了 而且這個真的撞上去 以前都是大欺小 中國去撞人家 結果現在 是菲律賓主動去撞中國的船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 中國跟菲律賓的這個 雙方海警團 他們真的撞在一起了 而且還有畫面存在 你看還有空中畫面 還有下面還有這個 相關船隻上面都有畫面 而且故意撞的 他們有一個SOP 你看準備要撞上來 現在準備拿浮標出來了 那個是菲律賓的船隻 在對面拿著這個攝影機的 是中國的這個船隻 可是你看後來菲律賓 他也出動一個大型的這個 攝影機在這邊 也就是說雙方 你看大型攝影機也來了 對 雙方要撞上去的那一刻 都會拍下來 雙方都出動這個攝影機 拍把所有的這個插狀 怎麼撞這個事故的這個過程 完全拍下來 為什麼 雙方都 中國是要拍的 來純作這個 未來要指控菲律賓的這個什麼 菲律賓把它拍下來是 我們要搭外圈 搭內圈 你看我們菲律賓 我們也敢去撞中國的船隻 雙方真的就撞了 這個真的是 你看真的是 真槍實彈撞上去的一個狀況 而且不是撞這一次 撞了兩次 這是你看 這是中國的海警船在這個地方 這是菲律賓的這個巡邏船 兩個撞在一起 不是只有這樣 你看 中國海警 如果你仔細來看 中國海警的四個字 四個字在這個地方 這是中國的船 這是菲律賓的船 這是菲律賓的船 沒錯 他們兩個真的撞在一起 這是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這是在什麼 這是在馬德雷山 附近這個地方 他們要去菲律賓的民間的補給船 他講 這是中國的這個海警船 你看他有水炮要打他 打他之後他不管你 他就靠近你 撞你 因為你水炮有一個距離 但是我撞你 你絕對沒辦法怎麼樣 他就去撞他 所以他們事實上 連民間都敢撞 民用船敢去撞中國的這個執法的這個船隻 然後這個 這個菲律賓的海警船 也敢去撞中國的這個海警船 甚至最近 這個菲律賓還說什麼 他們出動一個這個 他們的這個 Gabriel Silent號 這個號是 近海巡邏船 他說他們準備在菲律賓北部這邊巡邏 巡邏之後 他們準備要攔截什麼 在附近出沒了中國科學調查的船隻 所以就說他現在跟你來應的 好那為什麼來應的 因為主要是3月4號的 馬可思到澳洲去訪問 小馬可思到澳洲訪問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 還有這個主權 還有權力 還有管轄權 遭到護士的時候 菲律賓將予以反擊 所以等於說我要反擊 很強硬的做個說法 他就真的撞上去了 不是他現在要撞上去 而且準備攔截中國的船 對所以他們撞了 然後要準備攔截中國的科考船 所以事實上菲律賓是跟你來應的 那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底氣 抱歉 這個所謂的巡邏箭 這是日本給的 另外美國現在顯然 背後給他當靠山 有美國日本這兩個大靠山 我當然就不怕中國 我就給你撞下去 所以事實上菲律賓現在在南海的主張 還有他們相關的態勢 是真的非常強硬的這個制裁 所以你剛剛看到 不是只有菲律賓的海岸巡訪隊 剛剛講的馬德雷3號 他還是停泊在仁愛礁上 停泊在仁愛礁上 他還是需要菲律賓的運捕船 就沒有想到 運捕船我要去運捕馬德雷3號 揍到中國海警船的阻撓的時候 他居然二話不說 直接衝撞上去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這是3月5號兩支船艦 這是中國的執法船 跟菲律賓執法船 撞上去的這個畫面 你看中國的這個相當執法船 他們沒辦法做什麼 他們只能看你撞上來 因為你看他們事實上 中國只能被撞 撞上來 那你菲律賓他們也知道說 撞上來可能雙方會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狀況 他馬上就把符球丟進去 撞了這個瞬間 你看都有影片 影片都拍出來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中國那邊 都沒有任何的這個作為 只能夠拍 那菲律賓也這樣做 所以你看 事實上現在雙方當然各執一詞 中國罵菲律賓 菲律賓中國 雙方這樣子在罵人罵去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以前都是別人指著 中國用危險不專業的方式 來直接碰撞 現在是中國批評菲律賓 是用危險不專業的方式 故意衝撞中國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中國海警船 是束手無策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 他們要去馬德雷山運捕 你看這就是馬德雷山運捕的船隻 就這樣 民間的船隻 這看起來沒什麼武裝 結果沒想到 他居然 因為這個中國不讓你去 中國不讓你去 你看他們就用出動兩三量 這個海警船 去給你用水炮攻擊你 圍捕你 對 結果他就說 因為好我這樣子跟你有點距離 我被你噴到 沒關係我就靠近你 靠近 靠近 撞你 你噴不到了 你噴不到 你也不敢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爽 怎麼你敢這樣做 而且剛剛看到 兩個中國海警船 以水炮攻擊菲律賓運捕船的時候 對 美國有出滅刀 美國有警告說 這種狀況太危險了 根本不需要你發生 對好那事實上 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這樣 這個菲律賓的補給船 你如果仔細看來說 他後來因為這個 中國海警船圈圍著他 他後來就迅速的離開 因為他的這個 可能比較輕 然後可以速度比較快 尤其他有往你的反方向 你可以看到 在他上面這一台是海警船 海警船如果你仔細看 他是鬥推路在跑 也就是說 因為你往這個下面 往這個鏡頭 這個下面這邊跑的時候 你看中間那艘 就是菲律賓的這個 所謂民間補給船 往下跑 可是你看中國的那艘海警船 他其實 箭手是在上面 他也跟著你鬥推路 用鬥推路的方式 來追著你啊 所以他等於是說 突破你的這個 崑崑的這個封鎖之後 我就 跑掉 往你的反方向跑 所以現在南海 有很多這種追逐的動作 好 那你看 事實上這個追逐完成之後 結果後來 因為他往南跑 那你這個 鍵手在這個地方 你鬥推路畢竟比較慢 畢竟比較慢的時候 後來被他逃開 逃開之後他就順利你看 抵達馬德雷3號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說 我們任務完成了 他到馬德雷3號 對 你看任務完成了 他全程拍下來 對 你看任務 Mission accomplished 你看你就用這樣 來到這個地方了 來補給完成了 就這樣 你這等於是公開 對中國洗臉嘛 而且他把整個影片都PO出來 雖然你用水炮來等到我 你雖然來撞我 我還是完成任務了 你看他就在用鬥推路的 這個海警團是鬥推路這樣子 跟你這樣正面的這樣速度 當然比較慢 後來就被他掏開了 然後他就完成了這個 整個補給的這個任務 所以現在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菲律賓 攤攤南海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而且事實上 現在馬德雷3號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之前的馬德雷3號 是這樣很舊很爛 爛破舊 沒多久就會 搞不好會攤塌 中國原本想說 好 我就讓你放在那個地方 反正你維持沒多久之後 你這個船 你大概也不復存在 就變成了中國 菲律賓就說 那我們要去整修它 所以中國過去的 都想方設法 不讓你去整修 不讓你去怎麼樣 可能問題是現在 你看從過去這樣子 現在變成這樣子 比較好了 而且你仔細來看 上面來說已經有太陽能板 然後新地板都鋪了 還有海水進化的設施 它鋪了新甲板 還有電風扇 而且人數非常非常多 比以前的官兵來說 多了非常多 所以事實上現在 他們現在整一次 這個馬德雷三號 是完全更新的 而且他們現在還有一個什麼呢 他們從去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背景叫做 這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要宣稱 這是我們的地方 所以去年的時候 開始整修之後 你看連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西部司令 還有參謀總長 都在這個上面來說 都登舰 然後就說 這是我們的 事實上 我們不是說嗎 當時的菲律賓參謀總長 不是坐在船上 還被中國的水砲攻擊嗎 但他還是照樣要去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菲律賓 他在南海的主權上面來說 他對中國是寸土不讓的一個狀況 而且菲律賓非常故意 剛剛講到 他設了這樣的一個網站之後 他定期去PO 我們在上面的生活 代表這裡就是我們的 對 而且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菲律賓就開始 去黃岩島那邊 你來我家 我也要去你家 我去黃岩島 中國宣稱黃岩島那邊 我去給你繞一繞 結果目前為止來說 現在中國人 他可能也害怕了 他沒想到在這個地方 他就弄一個類似 這個所謂 浮動的屏障 在這個地方 浮動的屏障 他在做什麼呢 怕你太靠近 而且我要攔截你 對不對 就這個 對 攔截你不讓你靠近 這個狀況 所以等於變成這樣 變成雙方是 你看他就說什麼 我們可以假設 這個菲律賓官方的說法 是說 這些所謂浮動的屏障 是要針對我們菲律賓的公務船隻 因為他每一次都發現我們的 這個這個 這個蹤跡在那個地方 都會裝設這個屏障 也就是說這個屏障 原本是在 過去是 菲律賓要防範中國 現在是中國 也要防範菲律賓來了 所以事實上 這個中國 馬上就指責說 你這樣是侵犯我們的領土 侵犯我們的主權 所以現在等於是 這個菲律賓在南海上面來說 他也給你主動的 給你這個示威的這個狀況 他在南海的上面來說 當然因為我們美國的稱呼 所以他對中國是 毫不退讓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們最近不講的嗎 羅斯福號 羅斯福號 現在故意 導致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B52的這個轟炸機 等於說在這個地方 展現我在這個地方的實力 不但在我這邊的實力裡面 我的美國航母已經清楚地 劃出第一島鏈 對沒錯 事實上我們就講嘛 為什麼菲律賓那麼有底氣 因為你看 這是美國公布的這個相關的訊息 在3月3號的時候 羅斯福號 你看他還有包括說 像空中的這個 這個所謂加油機 還有他們這個編隊 預警機然後整個艦隊往南跑 往南跑是什麼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來到這個菲律賓的 這個克拉克空軍基地的 外海這個地方 也因為有美國的海軍的這個 航空母艦在這個地方 所以菲律賓有底氣 你要撞來撞 不然美國的船 這個航空母艦在這個地方 船在大泥 對而且美國你看 航空母艦都會有這個 這個所謂預警機 預警機已經知道 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沒有問題在這個地方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美國還做了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這個動作 我們到目前為止 中國在兩會對不對 兩會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美國居然 驅逐艦在這個時候 穿越台灣海峽 他們這個分恩號 穿越台灣海峽 因為這個當然是 很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預警 或是很有跟你 動嚇的這個意味 對而且他們第七艦隊 馬上就 還故意拍給你看 對 PO出來說 我們進入了這個 從這個台灣海峽中線衝過 然後我們往東北 從西南往東北方航行 他處於這個例行的 戰備的巡弋任務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在 南海局勢 菲律賓跟你寸途不讓 然後目前只是 中國的兩會期間 所以美國這些動作 美軍這些動作來說 當然是有跟中國挑釁的意味 而且菲律賓 馬可不是非常假的 之前你看到沒有 他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導播我看 這個畫面非常有意思 開始習近平跟小馬可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還是校園主開 還認真的聽他講話 後來你看到沒有 導播這個畫面這個臉 越來越凝重了 越來越難看了 然後看都不看了 因為小馬可是 當時就跟他講 菲律賓的領土寸土不讓 沒錯 事實上有沒有兩個人 兩個國家關係 從兩個領導人見面就知道 你看一開始要見面的時候 這是在去年 11月17號在 舊金山的APEC會議 兩個一開始講 還有說有笑 可是馬可是 馬上就跟他嗆家了 這個主權的問題之後 你看整個習近平的臉色 相當相當難看 而且從這個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看過小馬可是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現在中國跟這個菲律賓之間的關係 隨著南海情勢的緊張 已經不像是杜特利斯在 那麼緊密的關係了 好 體會 你有想到真的撞了 撞了以後是菲律賓 真的是菲律賓主動 去撞中國的船嗎 而你說撞這個中國船 有一個貓膩就是 這個船其實是日本做的 它背後 有美國跟日本的影子嗎 對 其實每個月 菲律賓跟中國的船 都在南海不斷的插撞 每個月都撞 不是說只有這個月在撞而已 其實從去年 一整年大概每個月都發生事情 那下半年的話 你記得去年十月底的時候 撞了那一次之後 十月四號 岸田文雄馬上到菲律賓去 然後說要給菲律賓十艘船 那這一次撞的這個船呢 基本上就是日本在十年前的時候 給菲律賓的 那早就交貨了 那交貨的時候 其實正在測試一件事情 中國海警船看起來好像很大 然後呢都跟人家撞船 但是到底他兼不兼顧 那是一個問題喔 那因為為什麼這麼講呢 有時候虛有其表 不見得說你這個鋼板是厚的 那菲律賓呢 它是橫濱造船廠做的 那這一艘船到了 橫濱造船 對 然後到了這個 雖然體積比較小一點的話 撞撞看嘛 看撞的時候 大概情況怎麼樣 因為很多東西要試過才知道 所以這一次來講 是公務船撞公務船 以前來講的話 還有一些隱會 比如說我的漁船去撞你公務船 你的漁船來撞我公務船 現在不演了 全部都是在公務船撞公務船 那這裡有一個貓力在哪裡 就是說剛好菲律賓的總統 在澳洲訪問 而在澳洲呢 他也拿到承諾 拿到2000萬澳幣喔 2000萬澳幣什麼概念 就大概是4億台幣左右 他說澳洲要協助菲律賓軍 改善什麼司法什麼東西 那個都不是問題 那個基本上就是 協助海巡的這個做法 那所以什麼意思呢 菲律賓的底氣來自哪裡 來自日本 來自美國 來自澳洲 然後接下來他再做一件事情 他要求馬來西亞跟越南 跟他站在一起 大家來共同面對中國 因為在前幾天的時候 其實越南也遭到中國 5901的一艘船 在那邊萬安灘在那邊騷擾 所以現在中國船 他不是騷擾我們的金門 不是騷擾台灣 他現在越南跟菲律賓都騷擾 對都騷擾 那現在就引入所有國家 在介入這件事情嘛 你現在菲律賓來講的話 剛好就當作一個什麼 馬前竹 然後後面來講就好幾個國家 擺正擺在後面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他有底氣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前幾天他也做一件事情 派部隊跑到那個黃岩島 把中國弄的那些所謂的障礙物 全部清除掉 然後今天來講 又下令他的海警船去撞 而且你知道 所有攝影機都準備好 他都不是說意外事件而已 他是刻意的擺攤 你看這個畫面 我要跟你撞我的SOP 我怎麼放這個幅頭 放這個幅頭 以後中國當然拿一個手持的 然後你看 我後面拿了一個更大的攝影機 在後面看著 除了這個在船上的攝影機之外 還有空中的攝影機 他可能知道說 我們這個密錄器沒有帶 但是他們來講 所有的東西都喘了 讓你知道說 我撞船要怎麼撞 然後跟中國撞船也不要怕 所以菲律賓給大家一個啟示 什麼啟示 就是說我小船沒關係嘛 如果遇到這種大船 我就撞上去嘛 我為什麼 我捍衛國家利益 捍衛國家主權 我為什麼這麼做 所以相較你看到我們邱國正 說為了避免所謂的抵戰 抵戰嘛 但問題是什麼 你該去做這些事情 你就該做 因為你的底氣做出來之後 菲律賓民眾會在後面支持你的 他不是說 難怪美國之音講 台灣沒有這個所謂的軍隊存在感 那你今天如果因為小船被撞了之後 結果小船翻覆了 接下來日本跟美國就會強力介入了嘛 給你更大的船 你就跟中國撞撞看 所以你看到現在 其實日本來講 跟菲律賓其實都打成一個什麼東西 叫做相互軍事準路協定 我們知道說這些是什麼東西 日本跟其他的很多的北約國家 都有在做這些事情 以後日本的軍艦也有可能會出現在菲律賓 所以你變成說我菲律賓被欺負了嘛 如果我有小船 然後跟中國這樣撞船的過程當中 我要補充一下就是 今天我覺得台灣可怕 或者今天海巡樹可怕的是 你沒有策略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可是你知道 以前我們覺得菲律賓好像沒有什麼 你知道菲律賓你看 它現在這個狀態 它是有策略 它是有謀略 它是有計畫的 是是有策略有計畫 然後還有它知道說 用攝影的方式 糟告全球 糟告全世界說 你今天中國太誇張了 連運捕船都敢跟你撞 是所以他們的勇氣在那邊 就是要捍衛自己國家的領土 那個勇氣都在那邊做給大家看 如果自己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嘛 天助自助者嘛 如果你自己國家都願意 這個所謂保護自己的國家僵土的話 那當然其他國家介入來講的話 完全沒問題嘛 今天怕的就是說你失落 你失落的情況之下 你又不知道怎麼去處理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你是非常軟弱的 你還不喜歡 我們要不要解枕 我們要留念